超大粒章魚 整粒章魚 可以叫做章魚仔燒 這個是招牌 招牌就是煉奶和巧克力醬 熱辣辣的天氣 再加香蕉煎餅 我好像現在是泰國一樣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iMai 今天我來到一個什麼地方呢 就是元朗 今天我要來素街 沒錯 大家可能去慣葵蔥、葵廣、旺中、泰安樓等素街 我都經常去的 但去得多是悶的 所以今天我來到元朗素街 原來元朗也有很多食物 之前我在香港郵寄每個人都來 但我沒有去認真點這裏的食物 今天我就到處去逛逛 看看有什麼食物 這裏的食物 沒有平時我們葵廣、旺中那些 那麼集中 所以要到處去 所以我今天就嘗試一下 將今天我去的地方做一個路線圖 大家跟著我這個路線圖走 可以找到我去吃的好東西 大家一起跟著我去吃 我們出發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得很快到日晚訂閱好 很多謝你們 hail不 Fair 我說那麼多了 으� TV 的時候去到港鐵圖 所以我的出發點是元朗的港鐵站 第一站是鳳有北街 就是這附近的 開始出發 過了這條橋就到了 到了 五會又沒有開過 我之前來過一次想吃 又買光了 原本有這些食物 鴨餅 嘩 好像很棒 究竟我不是跟這間店無緣 每次來都吃不到 大家跟著我這條路走過來吃完 然後告訴我好不好吃 很想知道 我們去下一個站 這個羅東肉 什麼番好像都很好吃 不懂得讀字 原來這條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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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走到新水新汗 原來這條是可以燙食的 好 來吧 我們試試它 我先試一口 芥末 哇 芥末有少少功備 但味道很好 還有我想說 超大粒 嘗嘗嘗嘗嘗嘗嘗 這個蟹子蟹膏 章魚燒 這個蟹膏很香 蟹子在上面 然後這些 啡啡色就是蟹膏 OMG 大家叫芥末的味道 不要學我 整個部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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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 牛狗鼻 太強勁了 剛剛那個章魚燒 很強勁在哪裡呢 就是整粒章魚 可以叫做章魚仔燒 差不多整粒章魚仔 白鴨魚仔 就丟下去 賣了 然後 那個蟹膏也頗特別 如果你喜歡吃那些 韓式的蟹膏拌飯 它的蟹膏就是那種味道 正 剛剛說這間蟹膏好像挺正 我試過去 看看有什麼吃 這裏是吃台灣食物 這樣嗎? 我想吃這個烏禮的吐司 經常見到但我沒試過 我們試一個這個 接著要點一杯飲料 我就快熱死了 我還想著今天要在街上吃 總之現在兩間都可以坐 很舒服 兩瓶瓶 先試一下 原來護泥是這樣的味道 我第一次吃 因為我自己不太吃芋頭 但現在變成護泥 甜甜的 肉鬆是脆的 再加上它燙了吐司 很好吃 而且它的護泥很多 它一口很滿足 我吃一吃完東西出來天都黑了 但我們還未完 我們繼續去 下一站就是在這個河附近 這條叫什麼河 但這些比較容易讓大家認出 這裡是哪裡 然後跟著我走 就是這裡了 木頭車 好像有幾樣東西吃 這裡 我就是想吃這個了 香蕉煎餅 旁邊還有其他東西吃 看什麼 看什麼 總之我直接來這裡算 這裡有這麼多食物 日式爆辣冷麵 花甲粉 好了 買完之後就有一張單 有什麼寫完時間 8點7 再過去拿 108號的 108 108 現在吃嗎 好 來吧 我今天經常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香蕉煎餅 Oh My God 真的很熱 香蕉更熱 好吃 不然哥哥會不斷提醒你們 記得親自吃 否則淋了就不好吃 我現在很熱 它是脆脆脆的 我這個是招牌 招牌就是煉奶和巧克力醬 在這個街邊 熱辣辣的天氣 再加這個香蕉煎餅 我好像現在是泰國一樣 它的餅煎得很好吃 而且這個就是30元 我覺得30元來講 這個份量也挺足夠 旁邊的哥哥一直在做 薄餅師傅在那裡 拖拖拖拖拖拖 然後煎到脆脆 好吃 好吃 我剛剛吃了 謝謝你 幸好適合你吃 好好吃 但是是樽紙醬 多人吃 是的 因為那個 它沉悶了樽紙醬在上面 會比較邪惡 噢 我看到 有這麼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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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個是遠一點的 我看看我能否去到 因為我看見 如果要去 乘坐輕鐵 好像會比較方便 我們在康樂路 我們就要乘坐洪水橋 這個151614都到的 我應該沒有錯的 咦 有車 615 上車 我到了 洪水橋站 我看看在哪裏 我想說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我想說 嘩 這裡是一些住宅區來的 OK 洪福商場 這裏 我就是想來這裏 這裏就像剛才木頭車一樣 這裏有幾間食物 炸壽司 原來這裏就是總店 剛才我認為木頭車是分店 對吧 那是假 這裏有個臭豆腐 想試一下 我買完了 但是 這裏全部都說不可以在這裏吃 好 那我給我吃好 哪裏可以吃東西 很嚴重的漏洞 只能夠在對面一個馬路的駁位 吃東西 好像有個臭豆腐 臭不臭 剛才炸的 是頗臭的 20元來說 好像不算太大件 是臭豆腐的質感 但是 不需要進來吃 其實在旺角都能吃得到 感覺上這裏是給這裏附近的街坊 住這裏附近的人吃 你上網看 經常見 有人說元朗素街 一定會寫這裏大大地 吃沙漠黃 你們看到嗎 試一下炸壽司 它又甜甜的 挺有趣 還有紫菜炸脆了 挺好吃 還有它加了一些華鹽和辣椒粉 還不是軟軟軟 炸完後有一點煙韌也挺好吃 你問我會不會特地乘車過來吃 我覺得不用 很普通炸了的豆豬 這條影片差不多了 我都去了很多地方吃東西 我又推薦大家來素街 去剛才那個木頭車 即是香蕉煎餅那裏 然後你吃那裏幾間 然後掃賣附近那裏 就夠了 這邊我又不太推薦大家 專程過來 大家不要相信那些 上網推介來這裏吃東西 我被它的大達地壓了 我以為這個大達地 是很大 有很多食物 誰知原來就是一間小店 大家有甚麼想跟我說 就留言告訴我 這條影片到這裏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分享這條影片 和我們Facebook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好熱啊